罗丹和马军刚在一起不到两年 而马军在与罗丹在一起之前 马军便离过一直婚 而离婚的原因则是因为马军的出轨 之所以罗丹会和马军在一起 则是因为虽然马军婚内出轨 但已经藏到了恶果 在与罗丹在一起前也和罗丹坦白了 关键是马军和罗丹在一起前 给罗丹的感觉特别增诚 所以罗丹才会嫁给马军 并且在刚在一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马军对罗丹也确实很好 并且是下了班就回家 很少会出去聚会 因此罗丹对马军也比较信任 可没想到是这老时也持续了半年时间 之后的马军偶尔会回来晚一次 罗丹觉得还好 但是这种情况却越发频繁 而且是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为此罗丹曾经问过马军 为什么现在回家这么晚了 罗军则说公司加班 现在也公司业绩好 应酬比较多 马军虽然这样说 但是在罗丹的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于是在一次马军再次回家晚的时候 罗丹便是去了马军的公司 发现马军根本不在公司 不在公司的话 那肯定就是应酬了吧 罗丹这样想 再问过马军公司同事之后 知道马军和一个同事 去了附近的一家餐厅 于是罗丹便找到了那家餐厅 而到餐厅门口的罗丹 却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在窗外看到马军和一个女人有说有笑 那种笑容就好像恋人恋爱时候的感觉 让罗丹看了心里很是不舒服 在看到之后 罗丹并没有直接走过去 而是就这样静静的看着 等到两人出了餐厅之后便跟了上去 可没想到马军竟然和这个女人进了酒店 罗丹的心顿时凉了 就这样静静的等他出来 一直到了深夜一点 两人走了出来 罗丹就这样冷冷的看着 站在门口的马军 并且只说了一句话 这婚内偷情的男人 看来真的是永远靠不住 感谢观看